我想问的是各位观众 有没有收到全民普发现金6000元呢 原本说好是最快4月6日才入账的 没想到今天居然有人先领到了 领到的都是王道银行的客户 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出包吗 对此王道银回应了 不是出包 是原本就想要给惊喜 让大家可以在廉价前有钱花 但引发争议很抱歉 不过最夸张其实是 事情发生的当下 政府各个单位 对于这个银行有没有违规 说法不一 有不少网友 31号中午打开自己的数位账户 就发现他进账了6000元 上面写着全民共享发现金 而他们登记的银行都是王道银行 网友直呼太离谱 竟然能偷跑 为何不干脆通通加速作业提前发 更扯的是第一时间 政府单位也不撒撒各说各话 国库署说还要再进一步了解状况 财政部没把话说死 只说王道银行规模小 客户少才能提前汇款 倒是数位发展部最阿萨里 直接贴文 谢谢金融机构加速办理 那不能因为你们的存户比较少 额度比较少 你们就可以先偷跑 我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在金融监理上面 对于银行诚信 以及他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王道银行则回应 提前以银行资金垫付发放给客户 没有遵守财经公司规范很抱歉 但原意只是想让大家在廉价前有个惊喜 没想到真的是又惊又喜 不过也有自称王道银行员工爆料 其实是出包整个内部已经鸡飞狗跳 那我们的状况是的确我们走得比较早 就是我们提前半天就先把钱发给客户 这个我还不清楚 因为我们还在跟财经公司沟通当中 事情恐怕没这么单纯 毕竟普发6000消息一出 各家银行早已摩拳擦掌即优惠抢客户 但现在单家脱跑提前发 若政府无可管束 恐怕还会引发各家厌恶公平性的问题 东森财经新闻 黄佛翔 赵华真 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